今天是土耳其东部返省7.2级强震发生以后的第三天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370人 还有1300多人受伤 地震还造成了2262座建筑物遭到破坏 目前还有许多人被埋在了废墟下 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 不断的有幸存者获救的消息传出 不过也有消息说 搜救公司的消息 可能会在25号结束 目前地震导致了大约4万人无家可归 由于天气寒冷 土耳其红星月会向灾区提供了1万多顶帐篷 2万5千多条毛毯以及大批的食品等等 但是当地的居民表示 目前救援物资缺乏生活状况令人担忧 由于灾情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土耳其政府婉言谢绝了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支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